你自己的人设 就是你艺术师家 你爸妈都是画家 然后你从小就展现出来 你特别强的音乐天赋 所以我很会弹钢琴 我也因为钢琴 然后小有名气 因此预言认识到我 然后想要找我当他的品牌代言人 小春 今天的新代代言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啊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合作 很好的机会 谢谢 我把我自己的人物性格 就是改成一个 就是比较外放型的爱恨分明 就是我喜欢你 那我就表现得很清楚 然后我不喜欢你 我就是一定要让你知道的 那种感觉 小春 你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好对不起 这位是 她是陈炫 我们之前也是在 这个商会上认识的 你好 她钢琴弹得可好 一会儿你这有钢琴 我好想你 我就不见真的 好想你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 全新的体验 我觉得 戴萌姐姐拿到这个细经的称号 真的是名副其实 威胁信都是你写的 那人现在不见了 就是有人知道了这封信 利用了我的这封信 利用了我的这封信 现在想把整件事情 倒到我的头上 正所谓一箭双雕 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称号是 剧本杀小公主 我佩服她的点是在于 我觉得她的逻辑思考很快 好羡慕喔 我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 好像还不错 虽然我对于剧情的逻辑 还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对于角色的进入跟理解 我觉得 比之前好很多 是我一直都有在进一步的感觉